我們還是議會去議場就戴口罩 那你要不要請市長戴口罩囉 是不是要請工作人員來一個口罩給市長啊 我有戴 我有 那應該戴起來這樣才對啦 應該啦 我是說應該 那如果你們家就都不用戴口罩囉 沒有沒有 不一樣 因為我1.5公尺裡面沒有人 他們1.5公尺旁邊沒有人 你要是所長上來 你要不要戴 他們有戴 我沒有戴 第一個我想請教 今天是市長的專案報告 我們今天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市長是沒有戴口罩 不過前女官能戴口罩 這代表是什麼意思 想戴就戴 應該要一個政策 要一個一致性啊 起碼倒在喜愛戴口罩 要戴口罩 應該先講清楚一下 那個本來我們對外戴口罩 室內戴口罩就沒有強制的命令 現在有強制命令只有做公共運輸 做公共運輸 怎麼沒有強制命令呢 不是說這個100人以下的這個機會 都一定要戴口罩的嗎 還是中央已經解凍 應該先講清楚 不然的話市長跟市長不同就不行啊 我想建立一套規則啦 不然大家無所自從 到底我是要戴口罩還是不用戴口罩 你旁邊都沒有人不用戴 旁邊都沒有戴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到底是要戴還是不要戴 那規則呢 規則那個主席先才是這樣子 你如果周遭沒人是不用戴的 但是你如果周遭 1.5公尺裡面有人還需要戴 那剛剛市長的旁邊是有請出所長的 要不要戴 這個是這樣 人多不確定室內要戴 不是 那個主席 你應該成立一下那個技術規則嘛 幫來議員這樣子啊 我們議會還沒有潛進啊 議會是進來議會議場裡面 全部都要戴口罩 我還是遵照 遵照在議場的規定 在議場規定 在議場規定就全部都戴 大家都戴口罩 我是認為應該是一個統一的辦法 不用 慢慢會沒有辦法規定 最後就是與疫情共存的一個社會 訴諸每個人自己的判斷 那我看這個還是一個沒有規則的法則 我們還是議會去議場就戴口罩 那你要不要請市長戴口罩 是不是要請工作人員來一個口罩給市長 我有戴 那你應該戴起來這樣才對啦 應該啦 我是說應該 沒有你們家就都不用戴口罩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不一樣 因為我一點股公尺裡面沒有人 他們一點股公尺旁邊有人 等一下局勢所長上來 你要不要戴 他們有戴我沒有戴 那這 那怎麼對 這樣又不是一個辦法了 這個這一條慢慢慢慢 我想是這樣啦 整個台灣社會慢慢要開始 自己去思考怎麼適應這個社會 議會有議會的規則 議事廳有議事廳的規則 要簽主席你才是 對你講 進到議場我們還是都戴口罩 不是我給議長最專業的建議就是說 請每個不管是官員議員 你們覺得要用你們自己的自己去判斷就可以 法律是最低標準嘛 所以如果有疫情的時候 我們連議會都會停開 但是但是但是在一個安全程度以上 你覺得不要危險你想戴你就戴 法律兄我們還是聽專業 但是我還是希望說進到議場 還是大家就戴口罩 那你要請市長戴啊 不是沒問題喔 隨時都可以戴 市長那口罩我們戴上 對嘛這樣子符合標準嘛 這樣才是標準嘛對不對 對嘛 對嘛 OK 我們加油 我們加油